大家好,我是劍良 马上带你来看到台美台风的最新状况 我们看到目前台风的位置 大概没有太大的改变 还是在台湾的北部海面 大概90公里的海面上 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 稳定的往西边来做前进 但我们现在看起来 它的路径有稍稍往北修正一些 所以它最大风数都没有影响到台湾地区 台湾地区这个风势是比较小的 最大的风势大概都出现在海面上 大概都来到十几以上 所以风势是比较大一些在海面上面 台湾地区目前还是以中部以北地区 这个雨势是比较大一些 那台风持续地往西边来做行进之后 这个中南部的雨势也会逐渐出来了 今天晚上明天清晨 整个西半部雨势都会蛮大的 但明天中午过后 这个台风逐渐进入到这个大陆地区之后 就减弱了 所以渴望明天白天就会解除 这个海上跟陆上的台风警报 那台风进入到大陆地区之后 减弱对台湾的影响 当然就会比较小一些 那目前看起来台风还是一个 雨大雨风的情况 这个降雨相当地明显 我们看到降雨最后的地方 今天来到新竹的尖石箱 来到358毫米 已经超过这个350毫米 达到超大毫雨等级 那这个尖石箱也陆续地传出一些灾情 所以提醒这个靠近山区的朋友 一定要特别地注意了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五峰巷也来到317毫米 泰安巷来到307毫米 那南庄巷也来到300毫米以上 也都达到这个大毫雨等级 所以提醒整个西半部地区的朋友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这个雨势将会是最大的 一开始我们看到北部地区 今天主要是这个北部地区 白天下雨比较明显 那随着这个下午过后 整个中部以北地区雨势开始出来了 那这个随着台风逐渐地往西边来做前进 今天晚上开始 这个雨势逐渐延伸到南部地区 我们看到南部地区目前已经有一些雨势出来 那越晚这个雨势会是越大的 所以提醒你要特别地注意一下 那虽然已经下了不少的雨 但这个雨还没有停 我们看到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这个雨还会继续下 我们看到台风这个气象局 也发布了这个雨量的总预测图 总预测图 我们看到这个北部地区 这个平地地区大概最多来到600毫米 中南部稍稍低一些 大概来到500毫米左右 那整个这个西半部的山区更不用说了 西南气流吹上来之后 碰到山区整个下载山区部分 都来到1000毫米以上 所以提醒整个西半部山区的朋友 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土石流的危险了 那东半部因为有中央山脉的阻隔 这个雨势稍微小一些 大概来到300到200毫米 影响就比较小了 好 最后还有几个这个台风 影响台湾的时间点 跟你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看到今天晚上 这个中部以北地区 雨势比较明显 入夜过后到明天清晨 中南部雨势就逐渐增加了 中午过后这个雨势就会逐渐趋缓 对台湾影响就会比较小了 好 最后再插播一下讯息给你 明天这个宜安虽然要上班上课 但是这个同安节会远远一点 所以明天就不要前往了 以上是这一节的台风动态 提供给你做参考